縫好頭髮後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會弄上去帽子 頭髮也有點像這樣 其實它不是貼起來 它是有點飛氣的 然後我們會弄上去帽子 去帽子會用鎖針起針的方法 我們現在又再跟大家做一次 我們就這樣做的鎖針起針方法 我們將鎖針放在上面 然後搭過來帽子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個這樣的 夾著它 然後我們在中間這個位置 向著自己逆時針 這樣調一個圈 對 好 然後記得先拔緊 因為現在它只繞了一個圈 還沒有固定 好 接著我們握好帽子之後 我們就做一個鎖針打個裂 繞了 鎖針在繞了就這樣穿過去 好 現在扯緊了 打了個裂 現在還沒有正式的 它頂帽子要起7個鎖針 我們就這樣做 繞了 穿過去 一個 兩個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這個顏色好看很多 對嗎 比起深啡色的 好 那我們一齊看一看 放在我的手上 這樣會比較好看 好 大家看到我們會有7個鎖針 剛才經常說要左右左右 雖然織完了 不過現在有個清楚一點的圖 就給大家看 左邊 右邊 左邊 右邊 這樣 上下 上下 如果剛才胡迪的頭髮打橫 就是上面 下面 上面 下面 我們現在頂帽子也是這樣織 也是沿著那邊 這樣織 剛才會先勾到這邊 1 2 3 4 5 5 這樣 先勾上這些線 OK 那第一圈就是 也是 第一針 我們首先 織完 鎖針後 每一圈都要做一個鎖針 第一針需要織兩針 我們就織進第一針 這個 這個 就是織一個圈 上面的圈 織兩針 織了一針 織了一針 再織多一針 那 記住了 織完之後 找它的記號扣 織了兩針 好嗎 那我就要記住第一針的位置 記住 好 那接著呢 就是 繼續織下去 這個 這個呢 我們呢 又可以 和大家一起織了 那 我們一路織 1 2 3 4 不織五針 是正常的 先走 我們就一路 過去鎖針 這個位置 穿進去 織拉 然後又是織的 然後又是 穿進去 那我記得我們要織五針 五針 那我現在織兩針 3針 4 針 5 針 OK 好了 去到最後這裏了 看不見到 是最後那邊 又是有上面 上面這裏 還有呢 記住 它是有 下面那個部分的 那 我們這裏呢 又是要織五針 那我呢 都習慣在上面 會織三針 1 然後2 3 然後我們再找 下面的那個部分 其實就是這裏 被人拉到很緊的位置 我們呢 動一下它 看看 把針放進去 先 對 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上面已經織了三針 其實它很迫 所以呢 也對 如果你覺得有困難 可以找 看不看到這裏 我們先挑一挑 然後我們再用勾針 穿進去 就會容易 掉 好 穿到了 那我就會在這裏 那就是織 織兩針 一針 兩針 好 然後大家看看 剩下的位置 要織的位置 其實就是這裏 看不看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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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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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的另一邊 這裏 ok 那我們現在呢 又繼續織上去 又是織上 5針 是正常 就這樣織的 5針 我們找回 下一針 那個位置 織上5針 這樣就可以了 2 然後呢 就是3 4 4 5 那最後一針呢 是要織 你看 你看 最後一針是要織三針的 那個鎖針的位置 我們在這裏 織三針 做一個 埋尾 在同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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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完成了第一針之後 我們呢 又是拆好這個 我們就要做一個 引拔針 ok 做一個引拔針 完成第一圈 然後呢 第一圈之後 你會看到 第二圈 其實也是 刺輪在起針 這樣織 因為 你已經有了一個 那個圈 那些圈 其實我經常說 鞭子一清楚之後 大家應該就會看 但是 然後呢 就有一個 好像有一個 勾的符號 這個 是怎樣做的呢 現在呢 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怎樣做 其實它也是 跟一個短針的織法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它那個勾 我們不是勾在邊 我們呢 就要是 好 首先我們開始做 開始做一個 鎖針 它這個第二圈 它每一針都是 這樣去做的 這裡 開始做鎖針 大家看到嗎 平時我們 就這樣 鎖在V 這個勾 很有趣 它不是鎖在V 它是鎖在V的 下面的位置 我們試一下 就是這樣 我們會 我又用針 挑給大家看 其實呢 它就是要 在 這個V的下面 我們要在這裡 這樣 鎖進去 鎖進去 這裡呢 因為很迫 行了 然後我們要這樣 把針 要這樣 挑上來 要這樣做 這樣才會織大一針 好 我換回歐針 我們又是 鎖進去 然後 挑上來 這樣 然後 然後 按照樣 也是 織短針 的方法 這樣織 OK 好 那接著 第二針 我們又是 在V這裡 鎖進去 然後 然後 挑上來 每一針 每一針 都會織大 有很多孔 其實我們就是在 這些孔中 鎖進去 然後 挑上來 這樣 這樣 其實是在做 它頂帽子的 一個 其實它在做這裏 雖然套進去 不太能看得到 不過它在做這裏 總之有一點 特別的效果 這樣 好 大家看到這些孔 我們也是 鎖進去 挑上來 做 勾短針 的動作 就是這樣 好了 這裏 和大家做了幾次之後 然後 其實 一直去 頂帽子 其實也是重複 那些針法 直至 可能 中間要轉一轉色 到轉色 我們再回來 和大家一起做 現在大家 跟著 複製作圖 一直用這個 特別針法 勾完第二圈 然後可以繼續勾第三圈 四五六圈 好了 直到 胡蝶頂帽 的第十一圈 應該剛剛好 轉了色 然後 轉回來 淺啡色 大家 到第十一圈 會看到 有些符號 我叫它 有底線的符號 這些我寫出來 有不同款 有很多 這些有底線的符號 其實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就是代表 它在那個V字 在邊仔 平日我們一刀 會刀整個V字 那個邊仔 整個邊仔 我們這次如果有底線的話 就只刀它其中一邊 我們現在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刀其中一邊 好 好 我們也是一樣 每一圈都做 一個鎖針 好 平日我們 那些V字 我們會 看到嗎 我們會 鎖完 我們會這樣 鎖完 這樣 我們現在 現在 就只刀最開面 那邊 只刀最開面 那邊 其實 如果你看到它 是一個交叉 下面有底線 其實也代表它 只是 好像平日一樣 即是一個短針 只不過 勾的時候 就只勾 V字的外面 好 然後我們再看 這裡 看到嗎 V字 在這裡 第二個 那個V字 在這裡 那 我們也是 只是勾 最開面 開面 那一條 然後呢 這個V字 也是 勾 開面 那一條 總之 你看到它是靠叉 其實也是 積斷針 不過 有底線 就代表 正是勾最開面 那一條 加針也是一樣 做法 正是勾最開面 那一條 然後做加針 也是一樣 去到 頂帽子的最後一行 其實 就是全部做一個引拔針 基本上 就是幫它做一條很立體的邊 剛剛也有說過 但我們有一點特別的想提醒大家 就是 你會看到最後一行 它有一個箭咀 其實它可以叫你反過來 織針 因為它頂帽子 會這樣反過來 那邊要反過來 反過來才明顯 所以其實 最後一圈 怎麼說是反過來 就是平時我們做了一個鎖針之後 我們就一直這樣織過去 向著這邊 向著 左邊 對 我們這次要反過來 就是要這樣 把底帽反過來 OK 好 記住 這個V是鎖針 這個是做引拔針的針 不要混亂 這裡才是第一針 夾到這裡 這個才是第一針 OK 我找一支針 給大家看 這樣看 好 看著 這個是鎖針 這個是引拔針 這裡 這裡才是我們 要勾過針 藍針穿著 第三個V才是 所以千萬不要混亂 這樣就突然 好 那我們就放進去 做一個 引拔針 勾出來 直接 勾過本身的空間 這樣就可以了 OK 記住 抹下你的 第一針 那個引拔針 每一圈 OK 其他也是這樣 照樣 按進去 勾過來 勾過本身的空間 一直這樣做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加油 做底部之後 又是 因為手腳的鎖針 還有 鎖針起針的方法 其實剛才有教過 大家 弄好手 弄好腳 一會兒回來 再縫上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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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們就 差不多完成了 整個樣子 再貼一點點花 大家 弄好帽子之後 應該會是這樣的 其實怎樣才可以弄到 好像它這個形狀 這樣 我們就是把這個 向上反 然後 這裡 我們用少少布 來 把這個 中間的這個 先壓下去 首先 兩邊都要壓下去 然後 我們要 睹平 把這個 一邊 移到旁邊 讓它一邊 升高 然後中間 就睹平 然後 大概 就會有了 一個 這樣的形狀 然後 你們 再慢慢 吞一下它 剩下 靚仔 基本上 它頂帽 就完成了 我們一會兒 就會把它 縫在上面 可以放在中間 也可以 有一點 質質的 也可以 大致上 就是 這樣 好 這樣縫了 它就會貼緊一點 現在 我們就不弄一頂帽子 我想和大家縫一縫 手腳的位置 其實都是對照它本身的位置 其實是對照它本身的位置 它其實是圖 也有說 記住不要混亂手腳的顏色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和大家縫一隻手 然後大家可以縫其他 我會和大家縫一隻手 然後我會再示範 那頂帽大概要縫的位置 其實大概 跟回照片 就是這裡要隔四針 就會有一行 就是在紅色的位置 大概這樣 一二三四四針 我們就縫在這裡 有一行就會踏在紅色的位置 跟平時縫的方法一樣 就是和縫她的頭髮一樣 挑一挑身體 然後我們就再 挑到身體上 然後再縫在她的手上 最後這裡也是 大概縫手和腳 其實就縫三針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基本上 你看到其實已經縫緊了 那最後這裡也是 好像頭髮 收尾那裡 縫在相同顏色的地方 把針放在這裡 一條一個圈 一條兩個圈 扯緊它 然後呢 按緊這個位置 拉它出來 你就會看到 打了個裂 穿回到相同顏色的位置 鎖出來 就會隱藏了個裂 然後就可以剪掉它 那我們這隻手 這條拉尾 我們到最後才處理 現在我們可以輕輕做那個帽 帽子 那又是 那頂帽子 我們拿針出來 幫手定定位 先 那你找一個 你覺得最漂亮的那邊 那邊 我覺得這裡比較漂亮 那我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呢 我們輕輕找一支針 刀一刀 做一個定位 這樣 那我們一刀 一刀 就大概 咦 我們沒有什麼做 嘿嘿 再來 再刀過 做一個 定位 這樣 那我們縫 我們會輕輕把它 拉下來一點 對 那我們首先把尾巴 拉尾 穿回我的針 先 穿過了 哎呀 還是有一條尾巴穿到 好了 我剪一剪它再穿 好 穿到了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呢 因為拉尾巴在外面 所以我們輕輕呢 可以這樣 穿回裡面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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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穿回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是大概 在這些位置 都縫了 我們不用全部縫了 那我們其實輕輕呢 穿幾針就可以了 在這裡 比如這裡 我們可以穿上來 在淺粉色的位置 不用跟針髮的 這裡 不用跟它一針兩針 這樣穿 我們可以 藍多一點都沒有所謂 然後 真的很輕輕地縫幾針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帽子 你會看到 後面這裡 已經縫了 貼了一點點 然後這裡 旁邊也是 剪下去 把位置 上去 好 繼續在前面 你看呢 我們縫了之後 它的帽子就會更貼 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大家也可以這樣縫 大家現在 縫了頂帽子之後 還要縫另外的一隻手 和兩隻腳 最後回來 一會兒大家要剪定這些花紋 跟製作圖有個大概的形狀參考 剪掉它 我們把眼、鼻、花紋完成了 繼續努力 加油